上九點多 穿著紅短褲的張姓男子 拎著外套 要去停車場取車 一輛收旅車 突然開進來擋車 正負駕駛衝上前 要男子下車 並且質問是不是有痛打徐姓被害人 紅酷男連忙否認 說自己沒動手 卻因此露了線 原來他也是強壓魯人的共犯 另一邊巢山外 兩名男子駕著被害人出現 叫車內的兵衣刑警 立刻衝駕車抓人 並救出被害人徐姓男子 確認眼前都是警察 自己平安後 徐姓男子 團腳軟 跌坐在地 因為全身多處被毆打成傷 被害人被帶往嫌犯的招待所暴力毆打 嫌犯讓他使用手機籌錢 這也讓他趁機向家人求救 囚禁被害人的密室就位在鐵皮屋內 警方透過基地台鎖定發話的大約位置 正在附近地毯室搜尋時 痛巧遇上嫌犯要轉移被害人 因此成功逮捕三人 並查獲嫌犯持有毒品 欠债被打傷的徐姓男子 年前平安獲救 這才讓家人總算鬆口氣